柯文哲认定有念高中 有念书的就不会犯罪 那个没念高中的 将来就是一个可能的犯罪者 什么杀人犯等等 这种想法真的是充满了歧视 引爆民众的怒火 来于军阳君 怎么看柯文哲的这种说法 老实讲真的是非常不应该 有念书等于不应该有这种 狭隘的想法 那如果这样对照 那他为什么跟李全教要站在一起 这个我觉得歧视这一些弱势者 真的不对 我们以前军中带兵的时候 我有一个兵从他来报到 我们阿兵哥要写那个大兵周记 他说报牌长我不会写字 我告诉你 我帮他写了两年的周记 他到牌长室来他讲我写 他讲我写 我说你写完之后 你按照牌长写的字 你描一遍 我说你这样退伍以后 至少你会学会写字 我帮他写了两年的周记 他念我写 最后他退伍前 很不好意思的请我一块记忆牌 他告诉我报牌长 其实我会写字 我只是不想写而已 我帮他写了两年的周记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弟兄后来变成我很好的朋友 你知道吗 他说两年 你都没有觉得我烦 有时候我想要说 我是装的 可是已经演了 不能不演下去 不演下去你会不会处分我 他最后退伍前 告诉我他会写字 这表示什么 没有任何的歧视 这个小兵在这边 他不会不认字 他会被人家笑 被人家笑 佛老长家写周记 他不会写 他会被佛老长骂 那怎么办 是我的排兵呢 我来帮他写 我来帮他写 你没有歧视的问题 我们对这些人的付出 没有什么 我们祈求会获得什么 或者说我们 可以拿到什么东西 没有 就是帮助他 那你柯文哲 难道你对这些弱势者的是什么 是施舍吗 是为了要让这些弱势者 不会犯罪 然后去施舍他 这种施舍叫做严重的歧视 你没给他一些帮助 你内心是说 我不帮你 你会变成盗匪 你会变成坏蛋 对 那这些弱势 人家心里想 原来你把我看成这样 你把我当成是变成大坏蛋 未来会危害社会的人 所以你才会施舍我 这种施舍不叫做行善 这种施舍要带着恶在做事 心底如何的恶 如何的黑在做事 你一边在施舍他 在救济他 在帮助他 你内心是瞧不起他的 这种是最恶劣的善事 这不叫善事 这叫歧视 所以他讲他觉得好像我这样讲很对啊 为什么 他觉得他说的就是对的啊 他觉得他讲出人民心中的感受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年轻人觉得他这样讲出来很好笑 很多年轻人讲出来说 对嘛 那些人就是 就是糟糕的 因为他是社会 百分之一的人 他就要百分之九十九人来歧视这些人 那获得百分之九十九的认同 他的票就会高 这叫霸凌 这真的叫做社会霸凌 精英霸凌 瞧不起这一些需要你帮助你的霸凌 我认识一个很 我很佩服一个黄月衰老师 我告诉你 他的做法是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这些孩子们 这些孩子们可能出生不好 这些孩子们可能出生以后被人家遗弃 他就帮他 无怨无悔的帮他 他只有一个要求 孩子们长大变成社会上有用的人 再来回馈这个团队 这才叫正向的循环 你克文哲这叫什么 你知道一边施舍一边打压 一边施舍一边歧视 而且公开的说 这不是私下说我们在吃饭 私下大家聊天 不是 聊天讲的都不可以 他是公开 他是在哪里 他嘉义是举办的民众之声 讲话活动的公开的说 下面的人居然鼓掌 下面的人居然鼓掌 这是什么样的团队 而且他说那什么没念高中猎管 那个猎管让我想到那种像新疆那种共产党 当然 那些人就猎管起来 我说很多年轻人 我们带了很多的兵 他不是不念书 他的家庭环境不容许他继续念书 他可能念完国中以后 回家帮忙了 回家务农 或回家帮忙做 可能家里是做工的 有些人不会念书 他可以有其他的贡献 他可以有其他的专长 我讲说 不是一定要念书 有人很会做面包 做面包做出个名堂来 阳明国际 那你能说这个人不念书 未来就是 可能就是罪犯 他有他的专长 对 他有其他的专长 也有人卖米卖到变成台湾首富 他也不念书 对不对 那很多人不见得念书才有未来 但是我们鼓励大家要向学 如果经济状况允许 家庭状况允许 我们鼓励你向学 他认为就是要在学校接受教育 然后取得高学历 这样以后才有出席 你那不念书的呢 我就把你列管起来 因为你以后可能会变吸毒 可能会变杀人犯 这就是精英的傲慢 其实有很多的精英 看不起家境差的 看不起没念书的 看不起没有办法出国留学 念医科念博士 很多人看不起这些人 其实这些人 他在于社会上每个角度 他有他的贡献 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小螺丝钉 你是整个大机械 你是整个整个 整个这个飞机或者是汽车 你少一个螺丝钉 你能运作吗 他就是那颗螺丝钉 你要让每一个人 不同才能 不同待遇 不同家境的人 放到最适当的位置 你要让他发挥他的功能 那就是一个社会嘛 社会每个都是董事长 每个都是市长 每个都当总统 那请问 那这个社会能成社会吗 对 社会就是不同阶层的人 各事其事 每个人专精所能 在社会上分工合作 这个社会才健全 所以柯文哲的眼睛 永远看在精英 永远看在白领 永远看在博士 硕士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所以我讲 他就是精英的傲慢 这种人如果未来 当了国家的总统 哇那灾难来了 所有低层他看不起你 以前可以砍老人年金 他以后所有的社会福利 这不该给 为什么 自己不努力 他的家长 他的家人 为什么不培养他 为什么让他变这样 所以说这要从根做起 你难道是要精英政策吗 把所有你认为不是精英的人 都消灭殆尽吗 这太可怕了 所以我才说 柯文哲的讲话 显现出他的傲慢 柯文哲的讲话 显现出他对于基层 弱势的瞧不起 所以他行的善 不是善 其实那是在行恶 是